哈囉大家好我是電掃少女Lindsay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在電掃市球類運動的擔當 就是除了籃球之外啊 其實棒球也是我的精神糧食之一 大家漫長等待了一個冬天過後 我們終於迎來了中華職棒32年的開季啦 開幕戰是在3月13號 由去年的冠軍戰主和同一師交手中信兄弟 大家有看這場比賽嗎? 最後呢是打了4個小時又45分鐘 超級長 所以也打破了開幕戰9局以來比賽時間最長的紀錄 那最後呢是由中信兄弟以10比4擊敗了同一師 今天Lindsay呢就會跟大家分享 從開季到現在的五大亮點事件 另外還有幫他我們整理賽程 觀賽平台還有觀賽的資訊等等 那我們就一起來燃燒棒球魂 開始吧! 其實今年開季到現在才一個多月 就發生很多大事件 那下面呢就是Lindsay幫大家整理的五大亮點事件 第一個亮點是睽違了20年 魏全龍又再度重返中華職棒 其實魏全龍呢過去是在中華職棒開創時的 四支元老球隊之一 那他們過去在1999年的時候解散 直到2019年呢又再度重返中華職棒 先在二軍出賽一季之後 在今年正式重返一軍 那我想魏全龍的加入啊 很多老球迷一定超級興奮 那我自己也很期待魏全龍的表現 因為是一支新竹的球隊 第二個亮點呢是在開幕戰 統一師推出了 世上最年輕的先發投手 20歲的古林瑞陽 那時候我知道他要先發登板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 年輕的手臂到底可以飆出多快的火球 第三個亮點呢 是有呂美呂涵資歷的王維中 在去年選秀呢被魏全龍選成狀元投手 那今年呢是首次登上中職的舞台 不過在3月14號出賽之後 17日個人IG卻傳出了手腕受傷的消息 最快呢目前稍後等到4月5號才有可能傷慾復出 第四個亮點是富邦的投手曾俊悅 他其實在去年選秀的時候是以第七輪入隊 這個成績其實並不算太好 但是因為他的進步非常神速 所以就直升了異軍的名單 他在3月14日啊面對中信兄弟 在八局下壘上游人的時候出登板上場 雖然呢先是保送掉了代打的陳子豪 不過接下來面對蘇維達是連標145公里的訴求三陣掉他 化解失分危機終繼成功 接下來第五個亮點又是衛泉龍 就是在3月17號擔任先發投手的新人大悟徐若曦 他主投3.2局就狂飆11K 在開局後11個出局數都是用K拿下的投手 同時呢也成為了史上第二年輕 單場就投出10K以上的投手 直接讓所有的球迷都記得他叫做徐若曦 好那聽完我剛剛上面講的五大亮點 是不是覺得超級熱血的澎湃 大家一定要進場支持啊 因為接下來四到五月啊 每個禮拜都會有將近十二場比賽 一直延續到六月份賽季結束 那怕幫大家一次列到六月份的賽程 可能會看得有點眼花撩亂 所以下面呢是附上四月份的賽程給大家看看 那如果想要看五月份之後的賽程的話 可以到中華職棒的官網喔 在這邊想要先問喜歡棒球的踏友們 平常都是用哪一個平台來收看比賽的呢 我雖然很想要每一場都去看 但真的很難常常到 這種痛苦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吧 所以這邊呢也幫踏友們整理了 電視平台跟網路平台的收看資訊 不論是在有線電視上面啊或是MOD 其實對球迷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 哪一個頻道負責轉播哪一個主場球隊的賽事 我自己比較習慣使用網路平台來看比賽 因為不管是在吃飯啊或是通勤的時候都可以隨時收看 比較方便一點 那最常用的呢就是Line Today 那他除了會直播賽事之外啊 另外也會整理賽程跟戰績 如果你想看Highlight的話裡面也有 不過最近就是有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就是在3月23號 Eleven Sport體育家族停止授權的這三支球隊 在Line Today Twitch還有麥卡貝上面的訊號 但是呢富邦悍將跟中信兄弟的賽事 一樣呢是可以在這幾個平台上面收看 在麥卡貝的網路電視上面啊 富邦悍將的FGTV 跟中信兄弟的爪TV 一樣是照常會轉播 其實還有一些額外的平台 一樣也可以收看轉播 像是需要付費的CPBLTV 他就是可以收看全主場的賽事 最後就是需要註冊的手機APP 我自己平常是沒有使用APP 收看比賽的習慣 那不知道有沒有踏友們 是使用My Video來收看富邦悍將 或是使用Eleven SportsTW 來收看衛全龍的比賽呢? 歡迎跟我分享使用APP 收看比賽的好處吧 以上分享的是在遠端看球的方式 不過喜歡棒球的踏友們 一定知道現場觀賽的感覺吧 可以跟大家一起跳應援舞啊 喝著啤酒乾杯歡呼 現場的氣氛真的是超級好 我也非常推薦大家去現場體驗看看 而且近幾年呢 球隊也會舉辦許多主題活動跟排隊 下面就幫大家附上 4月份即將到來的主題活動 最後也想要跟一起進場看球的踏友們 分享一下購票的資訊 那購票方式呢 主要分成三種 有官網購票 超商購票 還有現場排隊購票 你可以直接到超商啊 使用iBone或是Farming Port 來購買不同主場賽事的球票 像是統一師和中信兄弟 你就要到7-11的iBone購票 那如果你是要買富邦悍將 魏全龍和樂天桃園的主場賽事球票 就要到Farming Port來購買 或是啊 你也可以直接到iBone跟Farming Ticket購票網站上面購買 我基本上會在網路上面訂好票之後 再去超商取票 那我喜歡購買主場球隊的位置 然後靠近一壘手的地方 除了是要離球場近一點之外 就是搞不好還有機會接到球員丟上來的球 或是借外球飛過來 那這些球都是我當時就是撿到 然後再拿去給他們簽名的簽名球 其實我在今年開季之後 都還沒有找到時間進場看球 那之後呢也會可能五月份吧 會進新莊球場看球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我是支持哪一支球隊的 其實之前在直播啊 IG上面都有小小的提到一下 那大家就猜猜看囉 除了等不及要去看中華職棒的賽事之外 我也已經很期待 6月16號要在台灣開打的奧運棒球六搶一的賽事 我當然也會加入你們搶票的行列 一起幫自家球隊加油吧 那看我們也來預測 SAVE最後會前進奧運的舞台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會喜歡這種分享運動賽事資訊的主題嗎 或是還想要看哪些賽事的主題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喔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來 過 我要講什麼 我要講什麼 哈囉 突然尷尬了 好 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簽名球 今天我帶了三顆籃 但其實家裡有更多 第一顆是 漢將遊俠林哲軒的 是富邦漢將的 是麻煩我一個朋友去幫我簽名的 然後第二個呢是 高國輝棒球情人 這個是 有一次我自己在球場裡很近 然後彎下邀請他幫我簽名的 不要臉的球名 好 最後一顆這顆是 李宗賢小花賢的 然後這顆蠻有趣的 是我在去年久延後開季嘛 然後我就在 一開季沒多久就馬上進入球場看球 所以那時候人不是很多 就是一排大概只有兩個人吧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去開 然後我們就 舉例來說我們坐在M排好了 M排就只有我跟他 然後最後是 小花賢就拿到單場MVP 然後他就會抽出六顆千米球 然後就被我們抽到 然後那時候超好笑就是 因為他說M排的時候 M排就只有我們兩個 所以我兩個就開始在那邊 尖叫尖叫 阿怎麼樣就是一定會我們兩個拿 所以我就拿到了 然後很開心 因為感覺是剛好人比較少 所以我才有這個機會 不然平常跟幾千人在那邊搶 根本搶不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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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